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Hi 洛克 我是方志友 今天我要去參加金馬六十的頒獎典禮 現在我在書畫中 一起進來吧 這是我平常的 御用的書畫團隊 他是俊密老師 還有專專老師 他們都為了要唱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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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最近的暗號 不好意思我的團隊都比較奇特一點 我平常的妝感都是比較淡的 但是我是典禮小白 第一次參加三斤的頒獎典禮 所以鴻毯當然要用力的 給他們下去 所以俊密老師今天有說會幫我加濃一點 然後我也貼了 很長的睫毛 因為我的臉 比較容易拍照會持妝 所以就是就算我畫得比較濃 有時候拍起來還是蠻淡的 所以就是今天有再更加強一點的 所以希望今天可以在 大家在電視上收看的時候 都會看到我美美的樣子 我一定要喝黑咖啡 就是這是我每天必備 我原本是很喜歡喝奶茶跟拿鐵的人 就是為了要維持一個良好的身材 所以我後來都是喝黑咖啡 然後而且黑咖啡可以消水腫又可以提升 所以我每次來舒嬅的時候 我都會先問傳訊息問大家說 我今天要點咖啡你們要喝什麼 所以就邀請大家一起點咖啡 本日公修的角色 我是阿玲 然後我是一個髮型師 除了職人的培訓就是要訓練美髮之外 然後還有練台語 但我覺得我覺得最大的阿玲的魅力 就是她的一個現實感 生活常常會被現實壓得很喘不過氣 可是人生總是要往前進 我昨天其實晚上很焦慮 我還傳訊息給我的經紀人說 怎麼辦我好像現在才開始覺得超級緊張的 然後可是又覺得就不是緊張說有沒有得獎 而是覺得她第一次參加金馬 又很期待 因為覺得是一定是一個很順大的典禮 又很緊張說紅毯我走路會不會不好看啊 或者是會不會我那個表情不對啊等等的 就是有點緊張 但結果今天起床以後反而又覺得 欸好像 好像就是像一般在工作的時候來舒嬅 然後就是又美美的上台這樣 就覺得好像可以更放鬆平常心一點 最近最密集在處理的就是減肥 就雖然好像常常在減肥 但就是這次不知道為什麼為了金馬獎有更加用力一點 然後像我昨天金馬午宴之前 就是有斷食了36小時 然後再斷食 再宣布入圍後也只有一天都只吃益餐 因為我昨天其實有一度有點暈眩 就是可能沒有空腹那麼久過 然後我就有自己緩一緩 然後想說可以快要撐過了 但我就已經想好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的典禮過後 一定要好好大吃一頓 這是我等一下紅毯之後的觀禮服 好像越接近那個時間 好像那個灰姑娘時間要到了 等一下典禮完我就要把這些珠寶都脫掉 還回去了 內心的設定就是一個小維娜絲女神 因為我就覺得白色的禮服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一種很聖潔的感覺 搭配了這麼漂亮的白鑽的珠寶 就覺得很有女神感 今天的這件禮服呢 是Sophia的 是英國的牌子 我很喜歡它上面有很多 箱很多很可愛的小鑽 然後搭配一個很亮的螢光綠 而且我覺得我好像蠻能駕馭這個顏色的 然後珠寶的部分呢 也一樣是勃充的 然後這個系列有一個很可愛的小故事 就是大家如果有看到我手上也是貓咪 耳朵上也是貓咪 就是其實這是他們的墊貓 這系列的珠寶是因為這隻貓咪而設計出來的 我覺得是很可愛的小故事 鞋子的部分呢 也是我的愛牌 我覺得很可愛 就是它放了一顆大珍珠在上面 然後它的鞋跟也讓我 在等下總候它的時候 可以很安心很有安全感 因為它並不是最細根的 所以待會就可以美美的上場囉 現場見囉 爸爸小大樹 歡alu 同日同堂 收繫哥 爸爸我得獎了 爸爸我得獎了 好 好